蔡兆芬娃 封空廣告 代言費一定 是零啦 ADA被封空告整容院 老家變總經理 不要信任這間公司 完全是個編局 我本人沒有做過代言人 太過份了 除了這條充滿怨氣的微博 ADA的經理人公司昨天都發了聲明 說會控告這間侵權 的強國整形美容院 其實明星被代言 在強國真是見怪不怪 連已故藝人陳鴻烈 都被人請上來 最離奇的是 老家竟然做了這間 深圳設計公司的總經理 還有簽名 真是騙人